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乔,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前段时间央视证实第一批歼16战机已经是部署中国西部战区 而这个战区除了新疆和西藏军区之外 还需要负责与印度交界的边境安全 这也标志着歼16战机已经被全面的部署解放军的五大战区 与此同时,2023年也将有200多家的歼7加速退役 军事专家曹卫东就认为 这样的一个行动可以更好地来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其实我估计很多朋友认为歼16只是一款双座战斗轰炸机 这其实并不准确 咱们首先看,歼16作为一款四代半战机 它的多用途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能够兼顾对地和对海打击 这点不假 但是我们发现,如今的歼16装备的全部都是空军部队 并没有装备海军航空兵 而且歼16本身的空战能力在国产战机当中也是仅次于歼20 所以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这个歼16将会主要和歼20搭档作战 此前咱们国家曾经引进了24架的苏35战斗机 当时有不少人就唱衰歼16 认为歼16不如苏35 事实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就连美国军事观察杂志都表示 歼16要比苏35更加具有威慑力 事实上,歼16和苏35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歼16拥有先进的航电设备 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网络中心作战能力 能够和歼20协同作战 并且能够发射超远程的制导空空导弹PD-15 而苏35它是强在机动性上 它的雪豹E无源相控阵雷达并不具备优势 重点是那两台AL41适量发动机和新飞控 再加上侧卫家族的优秀气动布局 让它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机动性 其实机动性往往会被很多朋友忽视 咱们举个例子 在驱离国外军机的时候 咱是不能够使用导弹和机炮这些武器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其实机动性能越好 就能够做出更加激进的这种驱离动作 那优势也就越大 歼16的另一大优势就是产量巨大 虽然说我们并没有公开歼16的生产情况 但是美国军事观察杂志 根据去年珠海航展上面出现的编号是 1105的歼16战斗机来推测的话 说歼16的总产量已经高达300架以上 因为这是第11批次的歼16 而一个生产批次大概能装备一个旅的飞机 那再加上目前中国拥有的歼11B 歼20从俄罗斯购买的这个苏30 MKK 苏30 MK2和这个苏35 以及海航的歼15 我国的重型战机的数量已经是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 达到了1100多架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而外界也认为呢 中国加速退役歼7等老战机 并且大量的制造重型的四代半战机 就是为了可能出现的高烈度战争来做准备 因为如此庞大的重型战机规模 此前是很难见到的 只有大规模的战争 才会动用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四代以上的重型战机 而且美国媒体呢 也对歼16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媒体就认为啊 这个歼16对于美军的危险程度 仅次于歼20 如今歼16和歼20呢 还在源源不断的量产 可见中国空军是为了有备无患 你看啊 这个此前美国智库对台海局势呢 进行过反复的推演 解放军的导弹部队能够在推演开始之后 不久就摧毁大部分的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水面舰艇 而在一次推演当中啊 这个美军是在前四周 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 就损失了高达900多架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相当于美国海军和空军飞机数量的一半 二战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了 而美国的推演结果也显示了 一场大规模战争对于空军装备的消耗量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最后我也必须要说 咱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从我们在国际上的各种承诺 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不与其他国家结盟 这几点上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不惹事 但是也绝不怕事 面对可能存在的威胁 我们也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下期再会